说到吴京,现在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,都是娱乐圈中炙手可热的存在。 出道23年,从演员到导演的转型,吴京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一个,对待自己的武打演员的事业兢兢业业。 在感情上吴京也是非常的忠诚,与妻子谢南的爱情一直是让很多人都羡慕不已的,谢南是一位主持人,两人首次见面就在谢南的节目里,吴京第一次见他就在节目中就问谢南有没有男朋友,但是两人在一起,还是谢南追了吴京。 吴京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,个性强硬,但是作为主持人的谢南,他的性格就是是活泼开朗,尚解人意的,张相甜美的谢南和看起来,冷酷的吴京却是意外的十分般配。 婚后两人还有了可爱的儿子无所谓,上个月谢南更是晒照衬,已经怀上了二胎,目前已经是六个多月了,很多网友纷纷送上祝福。 其实吴京现在事业家庭双丰收,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有谢南在身后为他悉心照料。 众所周知,吴京在拍摄他的成名之作《战狼二》时,有过很多的犹豫,但是谢南却给他最大的鼓励,对吴京说,这个电影是你的梦,咱们都是从苦日子,从舞到有创造出来的,回到以前那种苦日子,我养你。 事实上,吴京和谢南在一起,之前和和叶璇有过一段感情,吴京的大男子主义,再对到叶璇这样,也是要强的人面前就不见得好相处。 叶璇当时在娱乐圈的地位真的很不错,颜值高演技又好,但是说到情商就很着急了。 现在自从交了一个叫小莫先生的男友,整个人更是比很多网友说是下降头了,平时说的话,做的事都让人目瞪口呆,根本不用脑子,可能有人就是天生一对,吴京的大男子主义和暴脾气,大概只有谢南的善解人意可以相处。 之前两人一起参加夫妻当的综艺节目,在节目中将两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展现出来,其中不乏有争吵,但是谢南总是主动示弱撒娇,连硬汉吴京都扛不住,两人一起有伤有量的解决矛盾,不过看到吴京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对谢南的宠爱,真的觉得两人幸福无比。 不过对比谢南和叶玄,吴京的现任和前任,终于知道吴京为什么爱他,这就是差距,活泼开朗,善解人意的谢南更适合他,如今两人还有了二胎宝宝。